来看伊朗总统武哈尼6号发表电视讲话说 美国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压力 但是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武哈尼说美国制裁伊朗并非是为了核问题 而是意图推翻伊朗宪政权 伊朗与美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和心理战 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 2015年伊朗和有关各方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美国政府随后重启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一制裁 涉及石油金融和航运等领域 给伊朗的民生经济造成压力 根据伊朗官方最新数据 去年以来伊朗与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均有明显的下降 与此同时外汇市场上的伊朗里亚尔汇率持续走低